好 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五题 第五题它说啊 传统时钟在两点半的时候 时针跟分针所夹的比较小的角度是几幅度呢 那第二个传统时针在七点十分的时候 这个所夹的角度比较小的是多少幅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时钟两点半 显然长针是直到六 那短针是从2到3 其实是2到3的一半中间 那这个题目是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这个就是说等于说 我们先知道说这个 从2到3这样一格是多少度呢 这个对这个来讲 这样子三格是90度 所以这一格是30度 所以这一格30度它又走了中间的一半 所以其实是这个地方是15度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是各15度 这个这个15度15度 那其实这边3到6这里其实是90度 那90度再加15度 诶 那很简单嘛 就是其实第一小题呢 第一小题可以知道它是这个 就是这个90度 再加上2分之1乘以30度 就会等于105度 好那105度是等于多少弧度呢 好那就是 180度是拍弧度 拍弧度 所以我们把它一除 这个度可以约掉 然后这个可以跟它约分 约用5约分的话 应该是521 那再用5约分是36 那再用5约分是36 我们再用3约分 3约分 3约分的话这里是7 3约分是12 所以这个答案是12分之7 4分之7 好 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第2小 第2小题呢说7点10分 7点10分的时候 那7点10分我们看到这个图啊 7点再过来一点 10分当然是分针要指到2啦 好那这7点10分这个图形的话呢 你很容易知道说 诶 那是从这个7点的地方 7点的地方再走了一点点 从7点的地方再走一点点 那这个 一格是30度 这没问题 所以这里一格30度 那这边从3到6也是90度 那这边有一个30度 所以它其实啊 是多少度呢 其实是 90加30再加30 90度加30度再加30度 好 那么再加上 从7走到这边走了 它是从7点的时候 10帧是在7啦 那它走了10分钟 那10帧走10分钟应该是走了几个 好 那我们就要想说 那我们就要想说 10帧呢 10帧呢 10帧一个小时是不是走一个 10帧呢 10帧呢 从12走到1 一个小时 从12走到1点的时候 一个小时走了一个 一个是30度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一个小时是走30度 一个小时是60分 所以一分 60分走30度 所以一分才走了 60分之30 那么多度 那这个就是等于1分之1度 所以一分钟走 一分钟会走1分之1度 那现在有10分钟 10分钟 10要乘上1分之1度 所以这样子算一算 就是150再加5度 155度 155度 1分钟要变成弧度量 155度再乘上一样的 180度就是拍弧度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化简 化简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度约掉 再用5约分 5 3 15 5 1 然后就是36 所以这个就会等于36分之31 好 这样你会了吗